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梨花风起可以烧去我们无尽的思念 梨花风起正清明 读给您听 今天依然坐在电脑前为你整理书稿 我正在输入的是你曾发表在《中华魂》上的一篇文章 梨花风起正清明 在文中 你引经据点 隶属习俗 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 一如你生前那样 阳光灿烂 令我着迷 我的心绪 却被风起的梨花扰乱了 无尽的伤感 乱剑般纷纷袭来 刺伤了我的梦境 昨夜 你终于回来了 俗话说 爱恋中的人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分别的两千多个日夜 又怎能计算清 是多少球的思念呀 你像往常一样 用饱含着深情的声音说 静 总算看到你了 我内心里生起一抹内疚 埋怨自己不该整日沉溺于读书 写作 竟然忽视了你的存在 看到你虚弱不堪的身体 我忙前忙后地替你擦洗身子 断来热水泡脚 你一如生前那样 顺从地接受我的照料 多情的目光 缠绕在我的忙碌之中 你伸手要牵住我的手 却又红了脸 仿佛从前每次去学校接我回程 进入山路后 就一路小跑着 我也向着你来时的方向 急切地奔跑 可当我们终于互相望见了 对方的身影 却逐渐放慢了脚步 欠住对方的手指时 矜持中 坚有害羞的依偎 只有气喘吁吁的汗珠 却不小心透露了内心 灼灼的思念 正是清明节 满山的梨花桃花 景象争烟 你在路边的一株桃树前站住 折了一朵粉艳的桃花 给我插在病发剂 笑吟出了 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 你的浪漫 点燃了我们心头的诗意 于是唐诗颂词的余韵 相伴我们走过了 爱情季节里那段 甜蜜的旅途 你读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时东风欲流邪 我对日暮汉宫传蜡烛 清烟散入 武侯家 你读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对游子寻春 伴出城 你读 无花无酒 过清明 心未消然 四野僧 昨日邻家 起心火 小窗风雨 读书灯 我读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雨断魂 解温 酒家 何处有 母童瑶纸 幸花村 很奇怪那时候 我们会有那么好的记忆力 我的诗意 一发不可收 读出了 清明佳节 桃李笑 夜天荒 夜天荒种 只生愁 见你没有接着对 唯有惩能般读出了 南北山头多木田 清明寄扫 各芬然 指挥飞座白蝴蝶 血泪染成 红杜鹃 此时才看清 有晶莹的泪 汪在你的眼眸里 我的诗句 勾起了埋藏在你心底的痛处 童年永世母爱 是你今生的痛处 在面向雇员的那个方向 我们用眼泪 尽情祭奠着远行了 很久的母亲 一半半洁白的梨花 纷纷而下 向母亲送去了我们 绵绵无尽的思念 尽绵逃离 尽方分 我甜蜜的旅程 却少了你的身影 夜天荒中 只生愁 岂只是一个愁字 所能包含的 去市场上 买了你最喜欢的吃食 我的泪 再也控制不住的 飞流而下 我知道你 早已在凤旗山 翘首 期盗我们的到来 上周我就给女儿说好 清明节 一定去看爸爸 功课放下 书本放下 一切工作都可以放下 唯独爱 不可以放弃 我和孩子 我和孩子会带着一枝 洁白的梨花 像期待在山头的你 送去清明节的思念 我多么希望 你依然朗朗地笑着 首年一枝寒情的桃花 在路边等我 海尽头的人烟 满过了远山 满过了星天 的离别 你住在人海边 一喜酒一山 一柄又止伞 的对面 昨日显一幕 满沫伤败一双年 今天梅雨 苍苍看不清你的脸 梦中在照面 你不回你转天旋 醒来一间夕阳 凌落的碎片 你是我的一律 一律执念 铲住我的发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 你是我的一律执念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以为你去看了远山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